两名嫌犯正要和买家面交毒品咖啡包时 被警方摆个正着 两人双手上铐不发一语 郑姓祖贤年仅18岁 另一名詹姓嫌犯 还是法院通报的少年协选人口 为了安全 你的安全 安全的安全 好不好 我们就这样一直上铐 两人平时在云林县一处公庙跳镇头八家匠 因为缺钱花用 竟然异想天开 铤而走险 决定卖毒咖啡包赚钱 士林分局接获勤资 经过连续几个月追查 日前南下百人 查获总重2700公克 共598包的毒品咖啡包 经查绰号 阿佑来自即为阵刑 阵刑迎日为阵头成员 因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出阵头工作降低 竟货卖毒品咖啡包有利可图 所以挺而走行 我同阵头在性成员 共同货卖毒品咖啡包 两人征讯后 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分别移送云林地检署 及少年法庭侦办 士林分局也展现铁腕执法决心 将持续溯源 回护社会治安 记者刘湘婷 台北采访报道 三人征许可疑 쉽 与不知 不知 谢谢大家